经济 数据 人物权记录 财经部落格 我们就在经济发展快速的大环境下如何因应转变掌握可能的机会 我们今天要特别访问上海台上协会会长李振宏来畅谈他个人经验 此外 李会长同时也要特别问我们说明协会正提供台湾青年实习机会 如果要在当地就业或想要吸进的朋友们可千万别错过 我们在这边先欢迎李会长 你好 你好 好 我们李会长是上海灌农阀门机械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首先我们想请教董事长您 您到上海投资有几年了 我们公司是91年成立的 91年成立 那我是94年到上海的 今年第23个年头了 20多年 所以当初是在台湾成立我们的公司就对了 对对对对 那现在在台湾这边还有我们的比如说研发部门或设计部门 或者说相关的一些机构 有 我们台湾这边还有我们的母公司 还有母公司嘛 那在上海的部分我们两地怎么样做这个产业的分工呢 应该说台湾这个部分的市场比较小 所以台湾的公司是配变了 变成业务销售跟售后服务 哦 这样子啊 对 全部在中国大陆 所以说市场是销到台湾来吗 可以这样说吗 售后服务是在台湾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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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是进进来 然后在这边去进行销售跟售后服务 我们的市场呢 大部分是其中在中国大陆 不是只有局限在上海 那么一开始从事这方面的投资 跟现在比较起来 一些环境你觉得变化比较大的是哪些呢 我想当初因为各种生产要素成本比较低嘛 包括劳动力成本 土地成本等等呢 所以我们会选择到中国大陆去投资 但经过这二十几年的发展以后呢 其实各项的要素成本 现在上海也上涨非常高了 特别是日常生活的这些物价水准来讲 它应该是比台湾要来得高了 如果以故宫来看 这样月薪要给多少 最近看到一个数字 其实还让我们的台湾年轻人 可能会很担心 会觉得好像我们的薪水 都要被中国大陆给追过去了 目前在大陆大概月薪多少呢 在上海 大概比较一般的员工 要三千到五千吧 哦 三千到 但是这个还不含五险一金哦 哦 那加上去的话 其实对老板来说 也是蛮大的成本的压力的 是的 压力很大 五险一金 不过最近中国大陆 好像也有针对这五险一金方面 稍微替我们台商算了一下 可能减少一点点 不过总的来看起来 相较二十多年前 现在还是蛮吃力的哦 是的 因为它下调的比例不是太大 嗯哼哼 下调大概一两个点而已 对企业来讲 多少有点帮数了 嗯哼哼 现在是杯水车薪 不五小补 但是就是尽量来争取了 不过中国大陆这个劳动成本的提高 这几年早就是一个好像没有办法转变的趋势 不过刚才听会长您说 就是说我们公司的产品呢 是行销到全中国大陆市场 但是中国大陆这么大呢 其实我有机会请教一些台商 当然经营的产业是不一样了 其实光是在大上海 如果要卖的够多的话 其实也已经很困难了 那么如果说到其他跨省市的话 你们怎么样去做这方面的产品的行销呢 我们在全中国大陆有三十几个办事处 那都是采用这个所谓的自营自销 自己自立办事处 然后自己面对客户 然后来享受我们的产品 这个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 第一个呢 授情售后服务呢 可以合在一起 因为法门这个部分有很多的专业技术 那我们希望在授情 就跟我们客户做充分的沟通 然后呢 售后能够及时的为他们进行服务 因为毕竟民生工业嘛 我相信停水呢 对大家都造成很大的困扰 包括现在这边也是一样 居民的意识高涨 那你如果说一下子停水 可能对市政府的压力也会蛮大的 所以这个时供及时的服务 那第二点呢 自营自销呢 可以防止所谓假冒伪劣的情形发生 虽然说在中国呢 假货也是充斥 那我们公司呢 是以建立品牌呢 为很重要的一个标杆 所以从很早开始 我们就开始销售自由品牌 那当然这么多年呢 我们也成为中国市民商标 我们这被法冒的事情还是成为 还是有吗 还要大陆方面努力 再来谈这个 协会大概目前有多少家的企业加入 目前大概有 差不多不到1500家 加入上海池坦协会 那以加入会员来看 在上海经营的产业 大部分集中在哪些呢 应该是说 在大上海发展的台商呢 是有阶段的 哦 是 一刚开始90年代初呢 是属于制造业 嗯 然后呢 大概在98、99年了以后呢 就开始这个所谓的高科技电子产业 嗯 包括电子信息产业 那一直到大概06、07年左右呢 就开始有很多的服务业 连锁业 包括这些其他的物流啊 什么就开始出来了 哦 服务业 听说有一些转型啦 那么现在中国大陆呢 经济依旧是快速成长 不过当然相较前几年 二十几年的时候 可能速度还已经慢慢的减缓了 哦 那么现在最夯的应该是 一带一路商机啊 媒体是热烈讨论 呃 会长有感受到在中国大陆一带一路商机推动的力道吗 这个商机呢 其实是国家非常重要的战略 嗯 那提出来也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了 是 那刚开始提出来的时候 是一个大的概念 然后其实很多各地的政府相关的单位 嗯 大家也都在摸手跟探讨 好 那一带一路沿线跟周边的国家 大家如何去 呃 进行优势互补 嗯 生产药素互相的流动 对 甚至中国大陆如何去协助呢 周边国家呢 他去发展所谓的呃 应该算是基础建设 嗯 然后能够帮助中国大陆去产能 嗯哼 或者是去库存 或者是供给车的改革 对 这大家我觉得都在摸手的阶段 哦 那贵公司有兴趣吗 嗯 我们也有 因为随着呢 这些东西头的 企业 嗯 他们呃 对外援建 或者是跟其他的周边的国家 进行基础建设的合作 嗯哼 那应该都会有牵涉上民生工程嘛 那民生工程就会流到发 所以应该说我们公司 在一带一路这个议题上面来讲 是比较走在前面的 哦 嗯哼 董长想请教 那怎么做风险评估 目前还在摸索阶段 虽然是大战略已经规划的 非常的清楚了 我们也透过媒体的一些报道 很多的资讯 就说中国大陆对于这个是 势在必行 那么 劲全力才推动 嗯哼 是的 是的是的 那他们也充分发挥优势嘛 哦 比如说它也是从交通贯通打通开始嘛 嗯哼 所以现在从重庆出发的宜新欧铁路 从重庆经过新疆的阿拉山口 然后一起到波兰 一起到德国 嗯 那这样子其实运输的时间呢 比海域要缩短的非常多 哦 这条路线应该是最快12天就可以到 哦 然后包括从成都 我们出发的这条叫荣欧铁路 也是大幅缩短了这个运输的时间 嗯 所以你可以看说 中国大陆提出一带一路 是一个战略来讲的话 好 以前我们都想西部大开发嘛 是 包括西安 兰州 重庆跟成都 都是属于西部 嗯 都是我们认为比较边陲的地方 对 那中国大陆是从沿海开始发展的 从珠三角 长三角 一直到佛海湾嘛 嗯 可是当你循着一带一路的这个轨迹来看 嗯 你会发现到说呢 其实这几个层次刚好正在中间 哦 很有趣的事情 对不对 对 单单看中国地图 它是在西边 对 但是你如果拉高格局 它位在 看准着欧雅 嗯 它就是位在中心 嗯 嗯 对 充分体现出它的优势 嗯 那也可以充分的 应该说 循着我们 嗯 古代的应该说祖先们 他们这条丝绸之路 是 贯通 那个所谓的东西嘛 嗯 嗯 嗯 对 那只要这个交通电设一起来了以后 嗯 然后加强跟各个周边的 这个所谓国家的互动 好 好 这个是对中国大陆很重要的战略 嗯 包括它不是只有丝绸之路经济体 还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嘛 没错 好 从应该说是连英港出发 沿着中国的南海 嗯 到东南亚 一直到中亚 南亚 甚至到非洲 好 所以它应该是一带一路所涵盖的范围啊 然后应该说整个市场的 呃 应该是潜力是非常非常大 有错 那么贯穿欧雅飞要 那么依照东南亚 也是其中之一 那么新政府刚上任 也有在规划新来项政策 我想好像有些 呃 商机呢 是可以贯穿跟连接的 哦 当然啊 我想呢 企业呢 还是审慎 呃 做风险评估 那么希望能够有 最完整的资讯提供 最有最有力的投资 好 接下来要谈的是 就是嗯 董事长提到说 您到这个上海 也已经二十多年 贵公司 来这边设定二十多年了 呃 其实您 呃 在去年时候 刚接下我们上海 台商协会会上 这个职务 当然过去 你是当辅佐的角色 当副会长 对于这个会晤 也非常的熟悉 哦 那么就是说 呃 一过去二十多年前 到现在 其实那个时候是 呃 一个青壮年 现在当然也是 终生代接放了 哦 那现在 其实很多丰富的经验 是可以 呃 来提供给年轻人 做一些参考的 那么我们要说的是说 呃 现在呢 中国大陆呢 刚好也启动一个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一个 的一个计划了 哦 那么好像听说 也要提供台湾的年轻人 呃 前往中国大陆去创业 甚至我们台商也很主动 也很积极 那么也希望能够有机会提供 我们的台湾年轻人去实习 就这个部分呃 可不可以请会长跟我们 简单说明一下 我想很多年轻人应该是 跃跃欲试的 呃 应该说是青少年的工作 也有很重要的一块 嗯 那我们呢 也主持台商朋友呢 释放出职缺 好 嗯哼 因为在台湾的很多年轻人 他们还是没有来过中国大陆 相信还不少 那有可能他对这个环境 跟这个市场是比较陌生的 嗯哼 那观念上呢 也比较容易被人家误导 嗯 那毕竟很多事情是眼见为凭嘛 是 所以我们呢 也呃 应该说透过一些组织 包括台北经营管理学院呢 包括啊 我们跟实践大学的工作 嗯哼哼 然后提供这些职缺 哦 还有那个周全女士的 贤德习福文教基金会 嗯哼 那我们提供职缺 一刚开始是暑假的时候 两个月 让他们来实习 是 那后来有一些学生呢 包括企业家们 都认为两个月的时间 有点短 嗯 可能还来不及看 这个大上海 嗯 然后企业呢 也没有办法对这些员工 做比较全面的考核 好 所以呢 我们也尝试着从去年开始 跟实践大学合作 嗯 嗯哼哼 整个下半学期的时间呢 从呃 二月底 一直到六月底 都在上海的台词企业 直接去实习 哦 一整个学期就对了 对一整个学期 这也是突破了以往 嗯哼 应该说实习的方式 嗯哼 做不尝试的方式 这个也透过海经会 跟海学会 还有教育部 嗯 对大学 台学会 这各方面的努力 特别是时间的校友会 他们也很认真 哦 然后把主持起来 然后提供给这个职位呢 给我们在台湾的青年朋友们 那他们呢 也有另外一个管道嘛 哦 一定现在在台湾 当场谈的最多 就是这些年轻朋友们 对未来彷徨 嗯哼 包括低薪 包括经济的停滞不前 嗯 那我们是不是尝试 给他们另外一个机会 嗯哼 让他们来看看 虽然说中国大陆西亚目前 经济放缓了 嗯 但不可否认 他每年6.7%的经济成长 包括他是世界业大的经济体 嗯 他所 包括十三五规划 嗯 所带来的商机啦 包括他的市场的潜力啦 心情成正化所带出来的 下一波经济的增长 都还蛮值得期待 蛮值得期待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希望给他们一个平台 让他们能够到上海的 台湾企业来输取 嗯哼 但是以后呢 我们希望能够扩大 哦 跟民众企业 国有企业合作 哦 大陆的 会有更多职学 哦 目前正在积极阶下当中 嗯 应该是 那出了这个以外呢 国务院台办在上海 也有两三个 所谓的新创基地 嗯哼 其实中国大陆 在福祉新闻 创业这一块 是非常非常重视 哦 是 包括我今天来到武汉 武汉也有两岸青年的 复化基地 创业的复化 哦 哦 哦 那么我想请教会长 哦 那么提供给学生们 实习机会已经是难能可贵的 有没有可能会留下 您觉得还不错的人才 让他继续发挥呢 这个是肯定的 其实企业它也是这样子的需求 哦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动 这个一整个学期的实习 嗯哼 就是借由双方面的 比较长时间的沟通 哦 包括他对于员工的考核 员工也对企业的认识了解 嗯 能够每一头跟促成 更多的我们新年学习 我们比较大分的工具 嗯哼 好 我想像年轻人相对以往呢 应该是比较幸福了 那么其实早些年的是 嗯 我也跟一些曾经到大陆 去就读的一些年轻朋友聊 哎呃 毕业之后拿到学位 为什么不在大陆工作呢 他说其实还蛮难找的 其实放不下的是什么呢 是因为呃 台湾的薪水 那个时候可能还比中国大陆 还要好 嗯 还是怎么样 我想每个人考量 当然不一样 最后是不是请会长呢 以您呃 多年创业投资的这个经验 来给我们年轻人 一些分享跟建议呢 我想我们在两天前啊 嗯 刚刚办了一个呃 在上海的重点的台资企业 啊 就是比较知名的台资企业 跟呢 在这边念出的台生 我们的台生的媒合会 好 好 那也取得了蛮大的成功 嗯 所以呢 其实青年朋友们 有的时候 嗯 因为你的最大的本钱呢 就是年轻人 所以不要怕冒险 哦 嗯哼哼 希望他们能够迈开 脚步 好勇敢的走出去 嗯哼哼 看哪一个市场呢 他所展现出来的活力 然后呢 也看看呢 呃 这些市场他所隐藏的一些商机 嗯哼哼 那不妨 能够多走走 多看看 嗯哼哼 进一段时间了以后 嗯 然后再出来去创业 我觉得 你也累积了不少的经验跟知识 以及最坦率的了解 是 这个应该是比较容易成功 嗯哼哼哼 好 真的非常感谢我们李会长的 由衷的建议 哦 那么不要急 也不要快慢慢的累计实力 呢 是稳扎稳达 哦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上海台商协会 上李正宏 分享个人创业投资经验 那么也带给我们协会提供台湾 学生实习机会 还有对未来对这项计划的推动 我们非常谢谢李会长 谢谢您